大量中餐厅进军泰国因担忧 专家建言 若合法入境因于鼓励 据泰媒报道 泰国餐厅协会主席表示 从去年年底开始至今曾接到餐馆经营者的投诉 称有大量中国资本进入泰国市场非法经营餐馆 尤其是在辉煌区和博人大学的后巷 这些餐馆会直接将货款打入中国人的账户 抢夺了市场 这对泰国餐馆经营者造成了影响 有人还担心林园团会卷土重来 是泰国失去巨大的经济机遇 近日 泰国国家旅游局委员会会议也讨论并表达了对此事的担忧 但会议结果表示 不管怎样 泰国仍然依赖旅游业的发展 企业家们都在期待中国游客的回归 现在大家能做的是确保在泰发展的中国企业家遵守法律 并按规定纳税 同时泰国企业家也必须发展提高自己 以保持市场竞争力 正如潘尼帕尔外特管理学院校长所说 中国资本集团入驻泰国 如果是合法入境 应该像其他国家资本集团一样予以鼓励 因为这将会给泰国注入资本 但如果是非法入境 那就需要向泰国相关部门核实 是否给这些资本的非法经营行为开了后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AC杨 偉尔文 线